我第一次跟纳丹总统见面, 那个时候他还没当总统, 第一次见面,没当总统, 我们在一起吃饭。 他跟我做同一排座位, 他告诉我, 他是印度教, 他说他最尊重佛教, 佛教重师智不重行师, 我听得非常惊讶, 因为我这一生听这一句话, 这是第二次听的, 第一次是张家大使告诉我, 佛教重师智不重行师, 第二次是纳丹告诉我, 我就想得那个人是内行人了, 不是外行人了, 外行人说不出这句话了, 同学们, 有真正发慈悲心的, 想写几位人, 这个, 蓄福慧命, 正法救助, 我常常听到有人来给我说, 还给我写信, 他是不是真的发心呢? 如果真的发心呢? 他也不输, 他也不会给我写信, 正法心, 为什么呢? 正法心要行动啊, 行动里头最重要是清静心啊, 你口里说得很好听, 你的心不清静啊, 你还是自私自意, 还是名文立养啊, 你一样都没有方向了, 这叫大错特错, 说的人很多很多, 我这一次, 刚刚从日本参加联合国和平会议回来, 联合国的和平会议一年不晓得开多少次, 开了五六十年了, 这个世界越来越乱了, 和平越来越没有这个希望了, 什么原因呢? 我们总要把这个因素找到, 我参加他们这个会议这次才第二次, 去年第一次在曼谷, 我参加了一次, 这是第二次, 中国古人讲的话讲得好啊, 经上所讲的, 许多同学, 你们都念过四十五, 大学的是经, 大学的三纲八木, 各无致吃, 诚意振兴, 修身齐家治过平天下, 搞世界和平运动是平天下的, 平天下, 用我们现在人讲的话呢, 是天下太平, 天下人都能得到平等对待, 那就和母相处了, 这一桩四星, 经上讲得很好啊, 自天子一致水, 亦是以修身为本啊, 你自己的身不修, 你什么成就都谈不上, 天天开会有什么用, 天天讲经, 天天念佛有什么用, 古人讥笑念佛的, 一天念十万声佛号, 二十万声佛号, 他们口里都说的, 寒破喉咙也枉然, 什么原因, 口念弥陀, 惊散乱了, 这寒破喉咙也枉然了, 你天天念佛, 功夫不得利和, 刚才有个同修, 我进门来, 看到这一个单子, 我看了一下, 它是发心学奖金的, 奖金功夫不得利和, 妄想分别执着, 一大只眼, 方法讲修行, 修行的方法太多了, 八万四千法门, 问题是要你会, 这个古时候宗门大德, 禅宗, 勘验学人, 他就问你会吗, 这一句话意味深长, 你要会, 念佛你要会念, 学教你要会学, 讲经你要会讲, 会了, 你就成就了, 就相应了, 你为什么不会呢? 烦恼吸气未出, 为什么未出呢? 你的基础没达好, 所以我在此地向诸位报告, 我们这个澳洲金宗学院, 现在学什么? 学弟子规, 为什么要学弟子规呢? 弟子规做到了, 你才会, 所以我们用两年的时间, 学做一个转变, 这个重要啊, 就好像我们想盖大楼, 我们先用两年的时间打地基, 我这个地基打好之后, 盖什么样的高楼大厦都没有问题, 那么你们现在学教也好, 讲经也好, 念佛也好, 没有地基, 没有根,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, 一直到老到死, 像苏东波临终的时候, 说的此处用不得了, 苏东波没成就, 我初学佛的时候还没出家, 李老师就警告我, 有那个时候是居私身份吗? 他就给我讲, 古人别学苏东波, 经人别学梁启超, 这两个人, 都是佛教界里头非常有名的人物, 都没有成就, 提到佛学, 他样样得通, 说得头头是道, 一句也没做到, 佛法, 诸位总要明了, 我第一次跟纳丹总统见面, 那个时候他还没当总统, 第一次见面没当总统, 我们在一起吃饭, 他跟我做同一排座位, 他告诉我, 他是印度教, 他说他最尊重佛教, 说佛教重师智不重形式, 我听得非常惊讶, 因为我这一生听这一句话, 这是第二次听的, 第一次是张家大使告诉我, 佛教重师智不重形式, 第二次是纳丹告诉我, 我就吓得那个人是内行人了, 不是外行人了, 外行人说不出这句话了, 换一句话说, 佛教重师智, 重在做, 性节行政, 重在行, 你们有做到吗? 我们讲到最基本的, 最简单的, 今夜三福, 头一条, 校阳父母, 奉死死党, 雌心不杀, 修十三夜, 你做到的, 这是真正学佛的起步, 你有没有把十三夜落实? 这四句, 校清, 尊丝, 雌心不杀, 是持戒, 这是将你学戒学的预备功夫, 统统落实在十三夜, 十三夜不但是在四项上, 你要做到啊, 不杀生, 不偷到这个不淫于在家的不歇引, 不妄于不念学, 这是四项, 真正做到的能在心地功夫, 对一切众生, 决定没有伤害的念头, 你这个不杀生这条界才有根啊, 第二条下, 对一切众生, 绝对没有占人家便宜的念头, 这是不道戒, 你就有根啊, 你不从这上榨根,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, 就是这个尽宗这样殊胜的法门, 最简单容易成就殊胜, 你都没法子得令, 所以佛家常讲, 因界得定, 因定开会, 那我们今天, 生在这个时代, 非常不信, 从小没有人教嘛, 不是我们不想学, 不是我们不肯学, 没人教啊, 到这么大年岁, 遇到荒华了, 这才明了, 明了你的真干, 这个时候学, 地球是有困难, 为什么呢, 毛病稀奇, 从小养成, 现在要改, 实在是不好改, 但是你不能不改, 你要不改, 你就没有办法往生, 阿弥陀佛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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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